公司有用所以我就跟著用 那一直使用的時候就會遇到 就是你很多在套件上的型別使用 會比較難克服 就是很多繁型啊 就一層爆一層這樣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寫 然後後來就是 一開始的話 我主要就是求救比較資深的同事 那後來的話 現在就比較偏向於用AI 我覺得六角的特色就是 就是苦練決勝負 就是靠瘋狂的練習 那六角會提供一些API 提供你一些就是 其他支援的工具 然後還有社群 然後讓你更容易的完成這些任務 我覺得TypeSquiz它就是 就是在程式碼底的文件 就是你不用額外寫一個文件 但是它的型別系統 可以幫你指示一些 比如說像API response啊 上面會有帶什麼樣的值 跟什麼樣的資料 那對於你對整個資料 或整個專案的知識系統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建構方式這樣 我會覺得對於這一詞 有一定了解的開發者 在開始學習 因為就是如果你在寫這一詞的時候 沒有遇過什麼 就是各種在run time 的時候的錯誤 然後臨時被叫去負責 這些issue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 就是感受沒有那麼深刻 但是如果你覺得就是 解這些東西很煩啊 或者是自己的程式碼 經常在run time 的時候 容易出錯的話 那這時候學TypeSquiz 可以避免 就是讓這種工具 可以幫你自動化解決這些問題 它對你來說幫助會最大 而更能體會